陶是中国最早的造型艺术之一 中国也是陶器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 河北省邯郸市管陶县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 管陶黑陶制作记忆 于2006年列入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名录 管陶黑陶制作记忆传承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殷俊廷 把4000多年的黑陶文化和7000多年的漆文化结合 填补了黑陶五彩的空白 87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和吴万中的学生乔世光 他是管陶人 在他的工作室我工作了7年 又学了漆画和漆工艺 我觉得黑陶它是比较单一的 所以我就想 这个黑陶能不能和漆画结合在一块 这个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在管陶县黑陶博物馆 摆放着大大小小制作工艺精良的黑陶 红陶和彩陶展品 有着多年制陶生涯的 殷俊廷一边制作 一边告诉记者 制陶非常复杂 而且是纯手工制作 要经过陶洗 拉胚 晾 修整 压光等几十道工艺 第一道工序呢 先把泥拎好了 里面不登有杂质 非常的细腻 然后呢 干到一定程度 再开始手拉批 手拉批 等到它再干一个八九成的硬度之后 就开始压光 压光 再刻花 刻完花 再等着它晾干 然后再落油烧制 所以烧制的温度呢 一般都控制在八九百度 非常的 这个焦气 管陶黑陶 黑如漆 亮如镜 而且不褪色 耐腐蚀 保持年代长久 如今 黑陶经过几代管陶人的创新和发展 管陶黑陶 即陶艺 漆艺于一身 形成镂空 浮雕 线刻 影雕 彩绘 漆化等几大系列 达一千多个品种 这个每一件作品都有它的不同的个性和气息 就是说一件器物 你比如说将军罐 它就是将军的军人的那种风范 所以说呢 设计每一件东西都得要比较慎重的去考虑它的造型图案 和它的精神所在的一些气息 多年来 殷峻廷一直致力于传播黑陶文化 以及增加黑陶的实用性价值开发 殷峻廷表示 陶器最初就是生活器皿 现在他更多的研究 如何让黑陶更好地走进大众生活 有责任 有义务 把民族文化的 这个 它的特点 它的工艺 完美地传承下去 现在也带了土地 土地的应有的是 也进升级 进到了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这个我们在黑陶这块发展上来 就是要借助于这个 艺术市场化 市场艺术化 让百姓们 逐渐地认识到艺术的高度 民族文化的一种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